反正一失死 我就陪你一起死 要走就自己走 留下那个臭丫头 就算天不老子 也无权向我发好施令 金庸老先生的作品 被后人翻拍过无数次 其中天龙八部就有好几个版本 说到出现度最高的 当属97年TVB版天龙八部 不逊原著的选角 以及特技处理 将书中无形的招数 一一展现在剧迷眼中 这一重大突破 也满足了剧迷的视觉感受 这一版本播出时 正巧赶上了好时机 当时引进时 内地卫视正处于崛起阶段 想要一鸣惊人 自然需要一部大热剧 打响名声 而天龙八部的引进 自然成为众多卫视 争夺收视率的视机时 天龙八部的播出 创下中国电视史心河 不仅同时在五家卫视联播 其他34家省级电视台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段播放 收视率连创首位的成绩 也可见本剧在当年的影响力 天龙八部的走红 也让扮演乔峰的演员黄日华 在射雕英雄传一部容情后 迎来了事业第二春 眼观大侠的他 将剧中武功盖世 心怀天下苍生的乔峰 演绎到无我的境界 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剧迷的心 在此之前 二十多岁的黄日华 曾是1982年TVB电视剧 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中 虚竹的扮演者 那时候他的演技还稍显至难 历经15年 增长的除了年纪 还有日益成熟的演技 你能想到吗 如此神剧 当年拍摄初期 也经历了经费紧缺的问题 天龙八部作为一部武侠剧 其中有很多功夫 需要经过特效处理 才能展示出来 比如段玉公子的拿手绝招 凌波威布 一开始计划调威亚完成 但因为经费不够 剧组没钱 租不起设备 只能要求扮演者陈浩民 自己跑出来 以八字部为主 加上镜头处理 才有了后来的影视效果 天龙八部中的武打戏份 足足拍摄了四十多天 其中大部分时间 是在炎炎烈日下进行拍摄的 每一位演员身上 还有穿着厚重的古装 长时间的拍摄 很多人身上都捂出了沸散 但唯独揪魔智的扮演者李国林 扮演时最为轻松 因为他的戏服 是薄薄的披纱和大拖鞋 较为清爽的造型 也让很多演员羡慕不已 说到武打戏份 最辛苦的必然是主角黄日华了 他在第一集中的开打戏份 虽然只有八九分钟的时长 但真正拍摄却足足花费一个月之久 起码吊威亚等高难度动作 每天都需要上演 但这些他全都坚持过来了 正是因为他敬业的态度 才给了剧迷最完美的肖大侠 细心的剧迷会发现 黄日华扮演的乔峰 从登场到自尽 自始至终都戴着一顶 不够华丽的布帽子 虽然有网友开玩笑 说这顶帽子 其实是乔峰的专有音响 每次出场都会放些 让剧迷激动不已的音乐 不过笑颜终究是笑颜 天龙八部原主中 其实并未描述过 乔峰有戴帽子的习惯 那为何这一版的乔峰 会戴一顶帽子呢 寻奇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了增高 原主中的乔峰实际上身材魁梧 要比段宇足足高出一个头 但现实中黄日华的身高 仅仅比段宇的扮演者陈浩民 高出0.2分米 过小的身高差成了一个bug 为了进行身高弥补 只能在乔峰的造型上下功夫 架顶帽子是最直接增高的办法 第二为了区别富于此 本剧中黄日华需要分饰两角 既要扮演肖远山 又要扮演乔峰 两个角色的分量都很重 同时他们还有很多铜框镜头 为了让剧民完美的区分出两位 自然又在造型上下功夫了 第三某种意义上 也是象征身份的物品 古时男子二十成年后虚行观礼 而帽子也有等级之分 相对于段宇这样的贵公子不一样 乔峰属于丐帮 前者地位较高 自然帽子稍微华丽点 而丐帮地位上比较偏低 照例是不用戴帽子的 但乔峰作为丐帮帮主 为了凸显他的身份和地位 就为他加了顶帽子 第四为了区别其他翻拍的乔峰 金庸先生的作品被翻拍 到如今也不算稀奇的事情了 能够划分的就是造型上的改变 对于七百而言 黄日华版本的乔峰最经典最贴切 让剧民感受到他就是乔峰本乔 往前往后的时间 有很多演员扮演过乔峰 比如梁家人版和胡军版 并非演技上有差距 而是没戴帽子的乔峰 反倒让剧民有点不习惯了 1997年的TVB颁奖典礼上 黄日华还将乔峰的这一身形套 穿到了颁奖现场 虽说乔邦主演的很到位 却还是输给了难兄难弟中的罗家梁 当年因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没有拿到弑地称号 也着实很可惜 不过经历了二十多年 这部《天龙八部》依旧是剧迷心中的经典之作 也足以见得它的影响力了 拍摄本剧时 二十多岁的樊少皇还是位武生 闻戏方面还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他演绎的虚竹却十分深入人心 因为虚竹一角的形象 是十分憨态可居且懵懂的 如果换一位演技成熟的演员 反倒不能将虚竹这份单纯演绎出来 毕竟刻意的演出很容易让剧迷跳戏的 而闻戏不太老练的樊少皇 却将虚竹一角演绎的可圈可点 比方和父母相认分离的片段 也让不少剧迷为他煽然落泪 除了黄日华在两版《天龙八部》中 有精彩演绎外 还有一位演员也经历了十五年跨越 从配角熬到了有一定戏份的角色 那就是吕有慧 他在八二版中饰演的是 段正纯的情妇甘宝宝 到了九七版 他就变成了段正纯的正式刀白凤 如此变化也让不少剧民感到惊喜 陈浩民在剧中饰演的段玉纯真善良 戏外的他也相当可爱 一次拍他的外景 有位导演看到他蹲在地上 将地上的淤泥涂在脸上 导演觉得有些不理解 上前询问原因后就有点哭笑不得 陈浩民给他的回复是 看到剧本上有场戏需要脏脏的妆容 便趁着空闲时间将淤泥涂上 免得到时候剧民会跳戏 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一般演员脸上的脏污 都是后期化妆师用化妆品涂抹的 虽然很举动闹了笑话 但也不难看出他的用心 刘锦玲能饰演阿朱一角 纯靠他个人非凡的气质 他在拍摄《天龙八部》前 曾在纪录片《宋氏姊妹》中扮演宋美玲 而他的整体扮相被监制李天盛看重 觉得他的气质非常符合阿朱 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阿朱领和饭的戏份 导演陈湘娟画了两个晚上 都没有捕捉到阿朱流泪的镜头 为了精益求精 他不得不安排刘锦玲重拍 但是重拍时很多演员都不在场了 导演只好找来职员 代替剧中的演员与刘锦玲对台词 才有了后来如此经典的一幕 本剧的主题曲《难念的经》 算得上是灵魂之曲了 歌词和故事的连接天衣无缝 将佛家理论点都写到歌曲中 使得这首歌非常有哲理 二十多行深刻绕口的歌词 配上急速的曲调 将整首歌的基调电得很高 再加上朱华健的亲情演唱 也能一瞬间勾起剧迷的回忆 但这首歌又不单单只带天龙八部 它届时可以跳脱出电视剧单独存在 除了这首朗朗上口的主题曲外 其中还穿插着很多经典配乐 既沿用了宋家王朝的配乐 还使用了大量具有日式风格的音乐 与剧情相匹配 听起来就更是激动人心 回首展望 这部剧已经播出了23年之久 在豆瓣依旧能拿到8.9的高分 可见这部剧的经典程度 虽然相对于原著改编较多 却改得十分独到成功 演员选曲以及辅导化 都与原著有着很高的贴合度 尽管特效没有如今先进 但有些东西却是特效所无法取代的 比方优秀的剧本 编剧 导演 以及为剧民奉上壮阔的武侠世界的实力演员们 而他们的存在才真的是硬道理 我是七百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经典剧幕后故事